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人说呀 在拍摄大熊猫的过程中 它很矛盾 拍照片呢 怕呈现不出视频带来的连续性和故事性 拍视频呢 怕体现不出照片带来的清晰度和一瞬间 也有人说 在爱熊猫的路途中 它很花心 上一秒喜欢它 下一秒又被它离倒 在这里 他们讲述自己与大熊猫的点滴 这一刻 我们认真地做一个倾听者 我是除露啊 我是胖大将 我叫小白 我是明明 我的名字是大熊猫 我是管管野性感 我是奶奶的黑妈粉 我现在在宁波 我喜欢大熊猫有两年多了 之所以只有短短的两年 是因为两年前 我才在熊猫基地亲眼看到大熊猫 而不是通过影视画面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大熊猫的时候觉得熊猫无非是一个可爱的动物罢了 但是只有当你真正地面对它 看到它们那些呆萌的表情 蓝色的动作 傲娇的眼神才会觉得 哇 原来熊猫这么可爱 我之前拍了一张大熊猫一眼傲娇的吃竹笋的画面 当时我心里在想 大熊猫心里是不是觉得我们是一群愚蠢的人类呢 是不是没有见过世面 这里吃个竹笋你们都这么激动 那要是表演一个后空翻的话你们得脑缺氧吧 但是即便熊猫怎样的傲娇 谁觉得它那么可爱呢 我们还是很喜欢很喜欢它 另一方面想到熊猫精人的咬合力 以及超强的爬树能力 在自然界怎么样也算是个高手吧 但是我们最关注的居然是它的外表 可见外表的重要性 说到这里 我不禁照了照镜子 深深的叹人一口气 因为我的外号叫大熊猫 现在在浙江杭州 今年六月中原去成都看了真正的大熊猫 这个视频里的胖达一大早就靠在墙边吃竹子 偶尔还看看拍它的两脚手 感觉特别呆萌 所以我给它配了个电风扇 我喜欢熊猫大概有十几年了吧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就对我妈说 你给我吃个外号叫大熊猫吧 第一次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大熊猫呢 是在2013年的六月份 那会被双心的呆毛简直是蒙翻 还以为是饲养员为了区分大熊猫给它做的一个标记 后来看了iPad的直播以后才知道 那呆毛是天生的 还肩负着熊猫基地的WiFi重任 突然就会觉得大熊猫圈子有好多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啊 后来开始关注小乔 它脑袋上有个坑 脸也好大 我还拍了它超级正面的视频哦 两个眼睛直溜溜的盯着镜头 就感觉它会放电有没有 你看 是不是有一种在和镜头互动的感觉呢 我当时去熊猫基地的时候 也真的是很热很热 好像那会儿早上十点多的样子吧 饲养员就把大熊猫们都叫回去了 谭大爷的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过来 天呐简直是太有穿透力了 但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温馨的提示哈 看大熊猫呢一定一定不要大夏天的去 不然你会在喜欢大熊猫的这条道路上呢 被天气干扰乃至分心的 我第一次看到熊猫 是在我五岁的时候 当时是在动物园看到的 就觉得它好像会 其他的动物不一样 就黑白色的非常的简单 而且也非常的可爱 然后长大了之后呢 就觉得它更加的可爱了 因为它是一个咬合力 比棕熊黑熊还要厉害的物种 居然每天靠麦蒙为生 还有什么团子呀滚滚呀 这样的昵称真的是让人欲罢不能 喜欢大熊猫五年了 记得第一次看见大熊猫 是在动画片里 当时它很厚可举的样子 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直到后来在动物园里 看见了真正的熊猫 我才知道我是彻底的被它充分了 它肉肉的身子 胖乎乎的爪子 简直让我没有办法不喜欢 现在在四川成都 喜欢大熊猫好多年了 从小时候看见大熊猫玩偶 就特别喜欢它们 喜欢它们圆滚滚毛茸茸的模样 记得很小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 叫熊猫历险记 觉得熊猫怎么那么可爱 不仅听话还能跟小朋友一起玩 特别想去山里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也逮一只回来 后来发现这当然不可能 它们不仅稀有 而且还是猛兽 小的可爱 大的都能吃了你呢 所以啊 还是远远看着就好了 这段视频的话 拍摄于福州熊猫世界 当时米饭奶妈正在叫焦小起床 焦小她是有起床系的很 当时在赖床不肯洗 米饭又要打扫 没有办法 然后两个人就 就开始办准 焦小声又比米饭的大 米饭没办法了 只好拿两个苹果孔台出门 用焦二爷让她吃完苹果以后 就趴上树洞 继续去补觉了 小庄的话就很乖 我去的那会儿的时候 小庄已经在门外 包括要再吃饭了 再吃竹子 它长得特别奶门 奶门特别好看 完全都看不出是一个成年熊的样子 感谢奶爸奶妈对两个宝贝的照顾 也谢谢她们的心情的付出 也希望两个宝贝的话 平平安安自健康康的 快快乐乐的生活 最后的话希望焦小 不要再欺负米饭了 不要每次在外面怂的半死 然后回来之后从米饭奶妈发火 米饭其实很爱你的 我们因大熊猫相识 分享彼此的喜悦 在爱熊猫的道路上 有你 有我 2014年11月19号起 熊猫那些事共播出了115期 我们不忘记大家思念之苦的初心 是你们的点赞 让我们心生喜悦 是你们的转发 让我们动力十足 是你们的评论 让我们继续前行 感谢各位亲妈粉 珍爱粉 鹿脸粉的支持 必心 请不吝点赞